香港有什麼出產 香港是沒有出產的 那你關門就吃什麼呢 那你怎樣又攬炒 你又要反對大陸 那你又要吃大陸的東西 好像不是這樣說得那麼通 又要問爸爸拿錢 又不跟爸爸姓 我覺得好像有點疑惑 每一年我們傳統的淡季 都是在八月份的 但是在九月份開始 就明顯上有很多餐飲業 或者其他的社團的活動 取消了零售 比如街市或者商報那些 有些就直接說開不到門做生意 有些開到門都沒有用 因為要早些讓員工收工 下一個這裡就沒有地鐵 那裡就沒有地鐵 收工都收到兩三個小時 即是這幾種因素而加起來 是影響了四十幾個百分之 一部分人不能夠代表全香港的人 他們所謂有二百萬人 即是二百萬人那麼多 香港七百多萬人後 其實那四五百萬人 有沒有出過聲音呢 爭取任何一件事 是不能夠破壞別人的 你其實說話民主自由 都是大家有大家不同意見 來發表的 我不能夠 你不適合聽的 我就什麼私了 或者其他那些行動 我認為這群人都是有種職性來搞 這群人士對香港有什麼付出過呢 反而另外有付出那些 物物在工作那群人 反而沒有出聲音 你影響了那群人 又會有很多錢 加上這個肺炎 整個國際經濟關係來說 我覺得是打喉 也有排涯 最影響的是酒店、餐飲 酒店用水果、酒樓、果盆 或者放完酒也有水果盆 學校也影響 因為現在的學校停課 因為學校餐都會有水果 郵輪又沒有了 商場店都有影響 因為有很多商場人流少了 我們這個行業只有大家一起叫 我們是不會監禁的 而影響了就是運輸的工友 因為他們是斷建計的 他們收入就影響了 我們少了40%就40%了 其實有些如果軟的更慘 根本是要虧本的 如果一般不可以 選擇